大比方就是离婚了吧 那时候孩子还上小学 我做生意 那时候开了个麻将馆 晚一点半到两点有时候 完了过后我就人在店里 心在家里孩子身上 不知道孩子作业写完了没有 睡了没有 是否能盖上被子 是否想吃啥了没有 那个心沾到孩子身上的 就像晚上下了班 回走的时候 我骑了个破自行车 完了过后就在自行车上面 睡着了都 哎呀 辛苦 睡着了 完了过后在马路边上 都套一下 完了过后连人在车子一下 摔下去 都好长时间都起不来 完了都一起来 大哭一场 眩哭一圈完回走 就孤苦伶伶一个女人啊 带两个车子 我觉得我没有依靠啊 你跟着也哭啊 我先擦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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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你给我造成的 我这么多伤害 嗯 嗯 嗯 来来来来来 我看还好人家还给你擦眼泪吗 对吧 你哭是为啥呀 她是孩子的母亲啊 是我原下的妻子啊 她跟着我 我没 做到做好一个男人迎接的责任和义务啊 她受委屈了啊 受苦了啊 既然决定复婚了过去的事咱就少提点行不行 我也想少提点 但是我有时候控制不住呀 啊 明白了 我还是想问 当初离婚到底是为啥呢 她的强失 我振的工资 她看不上太少了 就是嫌妻不能挣钱给你离的婚啊 对 不是 还有就是她不听从我的安排 大比方说吧 03年那会儿我们那盒房子才1260亿平方 啊 当时我们手上都有个123万 厉害呀 这不挺能挣的吗 买套房子还不够啊 贷款呢 我就说在我们姐妹们那借钱 她不允许啊 我就那个房子才1260亿平方 都看好了 你要123万也能买个百日平的 这个房子是128亿平方 还差那么一两万块钱 我们在姐妹们那儿凑一凑 她不让 你看啥都不听我的 我说 她过不成了 我说 咱离吧 我说 哦 那123万是从哪来的呀 我们俩之前也开个饭店 她是干啥的 她是厨师 对呀 因为饭店最核心的是厨子呀 那不是人干出来的吗 完了我也就挨饭救账呀 挨饭救账 她受不了 完了我们就在饭店都打架 这不是一打架都没有心事弄了吗 这有时候打厉害了 我就把那个玩 那个 当时是为什么打架呢 我就翻旧账呀 我就说你那会怎么不听我的 怎么不听出我的安排 就是为房子的事翻旧账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房子的事平时不好好努力 赚钱都是 把家里那个顶量住 完全都是顶不住 就是您是觉得人家顶不住 其实人家顶得还挺住的是吧 他顶不住 咋顶不住了 孩子结婚啥不也给你钱了吗 给了但是说 您开饭店人家不也是做厨师了吗 做厨师了 后来我就说啥啥也听我的 他也不听我的 您结婚之后跟娘家还有来往吗 基本没有 因为我妈妈当初都是说了 你要愿意她 你以后我就 我就算没有养你这个女儿 你也不要回来了 等于结婚之后 跟娘家也断了联系了是吧 对 跟婆家的关系怎么样呢 还行 所以在家里面主事 主不了事 就觉得人家不行 就离了婚了 对 说来说去听明白了 他这儿有两本账 一种记法 第一本账叫 离婚之前一本账 是吧 对 那本账呢叫 不能够当顶梁柱 那是一本账 对吧 对 第二本账叫 我那苦难的十四年 是吧 对 把这两本账合起来 得出了一本账 都是你造成的 是吧 对 这是罪魁祸首 只要不翻旧账 怎么都行 是吧 是 有没有一种 这个需要是 你得把我当男人看 不需要 不翻旧账就行 过往不咎 对 是吧 对 以后你做牛做马 都要回报他 对 是这意思吗 就是 说的这委屈 都不想离婚 但是在一起过 又过不到一起 是吧 我不是喜欢翻老丈 我也不喜欢翻老丈 我就是控制不了 那个苦难呀 就是这个男人造成的 是 后悔吧 后悔 后悔死了吧 特别地后悔 看看 这是一段 挺有意思的一段婚姻 她的感情起点 是来自于爱情 就我们说的 特别纯粹的感情 是吧 我喜欢你 你喜欢她 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结果婚后的生活 完全不是您所想象的 对一个女性来说 她为了一段婚姻 失去了她过去的 父母和家庭 她唯一的抓手 或者生活的指望 其实就是嫁给的 这个男人和这个家 是吧 没想到这个男人 又撑不起这个家 在她的眼里 对吧 关键是这男人 还不听话 这日子可就没法过了 对 于是她选择了离婚 一个人还带了两个孩子 进她做母亲的 职责和义务 是吧 在这个期间 先生 前夫虽然想去看孩子 但是还不让人看 对 所以前夫只能 偷偷地去进 做父亲的职责和义务 是这样吧 这你承认吧 承认 这十四年 一个人含辛茹苦地 带了两个娃 还得像防贼一样地 防着前夫 不能让前夫看娃 而这一切的苦难 归根结底 都是因为 对面这个男人 因此当他们再一次地 为了孩子也好 为了自己也好 在十四年离婚生涯之后 两个孤单的人 又走在一起之后 他就活在了回忆里 让两个人的日子 过得很难受 可是又分不开 是吧 对 所以问问老师们 应该怎么办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中女是我个人挺钦佩你的 十四年 等待会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